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房子是位于Soulston Kitty Tamron这个社区的 这个社区的学区非常的好 但是它的学区分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Lamar学区 一个是Kitty学区 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非常好的Kitty学区的这个房子 您看到的这个两块湖景就是现在Tamron最后的一块地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空地就是现在我们开始发售的一些地 当然有几个比较好的地已经被定了 但是还是有好几块比较好的地还在的 它的价格区间在35万美金左右到42万不等的区间 然后两层的户型呢是有四种户型 其中高挑天的有三种 后面我都会有户型的介绍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社区是唯一的Kitty新房又有高挑天又有湖景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价位区间又是在40万以内或40万左右区间能买得到的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的学区房 为什么说现在几乎是唯一能够在这个价位区间买到的 就是因为在Kitty这边发展的已经非常完善了 这边的新房也是价位水涨船高地越来越少 所以那现在在买到Kitty的学区房很多都是五六十万七八十万 正甚至一百万左右了 我指的是新房哈 那这个新房的价位在40万以内或40万左右区间买到 基本上是非常抢手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提供给大家看三个高挑天的户型 也是这个社区唯一的能选择高挑天的户型 有两个户型是能看到的户型的感觉 但是房子还没有装修完毕的 那其中还有一个呢是样板间 所以你就会感觉这房子比较完善 但是所有的房子呢都会是在完全装修完毕 然后像微波炉烤箱 然后炉灶啊等等这种电器都是做好了的情况下 才能跟买家验收合格的 如果你对这样的房子感兴趣的话呢 现在就可以定地了 那很多比较好的位置的地现在已经被定走了 那现在还是有几十个差不多二十多块能有湖井的地可以定的 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种 现在唯一的性价比最高的KT学区房是什么样的感觉吧 这套湖井就非常的通透了一进门 全是高挑的 然后这边有一套间 这是洗手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套 小卧室 它一楼两个卧室 所以使用性化挺好 最重要的是这边全是楼空的高挑 然后再往这边走 这是一个储藏室 然后这边是一个洗衣房 然后这是车库门 这样子的 然后往右手边走 这边是一个主卧 这个主卧就比较大了 然后这边是主卧的洗手间 整个房子的感觉就感觉出来特别亮堂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马桶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然后这边也是衣帽间 分了男女衣帽间 这个是35万多 35万5 然后外面是很舒服的 这个房间是一个厨房的一个country 就是放过五个样油盐浆醋的 然后这边是湖井 然后这外边有一个这样的padio 然后是延伸的湖井 这样的感觉 上二楼看 五个卧室 一楼两个 上来看一下 上来之后呢 先是这边 这边是一个gamron 完了之后 这边是一个 那个 这边是一个放映厅 然后再往这边走 这边有两个卧室 这一个卧室 这边一个卧室 然后呢 它 这边 再往这儿走 这边是一个洗澡间 一楼 二楼就这一个洗澡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卧室 那么楼这样的布局 这有感觉 然后湖井 现在是最后一套35万多了 这个房子是一个湖井 36万左右的 KD学区的新房 这个湖井卖的特别好 现在还剩两套 有一套那个户型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这套户型不错 一进门这样是一个书房 或者是主餐厅 然后再往前走 这边是车库门 然后这边是白色橱窝 也蛮漂亮的 然后再往这儿走呢 右手边这是楼梯 楼梯往里走是 一个洗衣房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高挑厅 这个客厅 然后外面是湖 外面是湖井 还可以打开门 就出去散步 然后这边有个 这么长的开流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洗衣房 刚才那个 不是洗衣房 刚才那个是个洗手间 好像 然后这边是主卧 然后主卧看出去就是湖 然后再往这边走 这是一个洗手 双洗手台 然后这边是浴缸和林间 然后它这边是马桶间 然后里面是一个主卧的衣帽间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儿是一个储藏室 这种储藏室 这是一楼的主卧 主要是它是湖井 又是好学区的 还高挑厅 才36万左右 所以这一排卖得非常好 这个部分是 那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我先上二楼给您看看 因为现在房地产市场 真的挺火的 所以建商都在纷纷涨价 然后二手房也是好多房的multipel offer 一上二楼 右手边这边是一个game room 然后这样看一下来就能看到 高挑的客户 然后再往里走 这儿是一个套间 这是一个洗手间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卧室 然后它这边呢 还会开一个门 所以这个洗手间 甚至可以直接进卧室 这是一个套间 然后呢 另外一边 还有两个房间 共有一个洗手间 这是洗手间 这儿一个房间 这儿一个房间 这儿一个洗手间 这边会是马桶和浴间 然后再另外一个或是这样的一个构灶 主控去院子看看 占地是6800多尺 院子是这样子 这样一个长padeo 然后这一部分都会是它的院子 这个边到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地方 这是它的院子 铁栏杆 这一个边 到我现在这样子 就这个 这块会是个铁栏杆 然后这个地方会开一个铁门 就可以出去溜达 所以这个真的很好 学区又好 华人又多 生活又方便 还有湖景 高桥亭 啥都有 很快就卖完了 这一套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呢是一套休斯顿Kitty这个区的房子 这个社区叫Tameral 我们之前介绍过好几次了 这个社区也是现在在Kitty卖的非常火的一个社区 我们介绍的这一套房子是一套2983尺的高条厅 这个房子也可以建在湖边 如果建在湖边的话呢旁边就是湖 我们先进来看一下 这社区卖的特别的快 所以就很多在Soulton当地的一些客户都知道这个社区卖的 真的是挺不错的 我们一进来就这种感觉 一进门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它上面是一个高条的 然后呢右手边是这样的一个书房 这是纯现代风的 所以窗户特别大 然后它这边呢有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储藏室 正好在这个楼梯的底下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我们在往里走之前就看到两个门 然后这边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的这边这个门是去车库的门 然后另外一面呢是客人用的洗手间 这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然后再往前走 就到了漂亮的客厅了 这样的一个客厅 如果我从另外一边拍 会显得客厅更大更敞亮一些 这样的一个感觉很现代风的感觉 然后客厅的旁边呢就是厨房 这儿是一个厨房的一个储藏室 一个pantry 是这样子的 厨房的旁边是一个餐厅 餐厅这边的门呢是可以出院子的 然后再往里走呢就是主卧了 这个房子只有2900多尺 但是主卧真的特别大 看看这个大主卧 看看这个大主卧 床是king的床 主卧还有这么多的距离 所以空间感不错 这个现代风的感觉也很好 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 往这边走呢 这边就是一个马桶 马桶间的旁边是两个sink 然后浴缸 淋浴间 再往里走 一个很大的衣帽间 这个样板间的加装不是特别多 但是彩色的贴片的这个墙 瓷砖墙 还有洗手间的这个黑色地板是加装 但是洗手间的大理石台面和橱棍都不是加装 就是一楼的感觉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看 这个楼梯是比一般的楼梯要更宽的 一上来在这儿是有一个窗户的 所以超级亮堂 往往这边走呢 就来到了第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窗户很大 然后呢这边是衣帽间 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再往外走 一进来这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是活动的区域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洗手间 里面是浴缸淋浴间 然后但是它这儿是有窗户的 看有窗户的 洗手间的旁边呢有两个卧室 但是呢这两个卧室 这个是有套间的 有洗手间的卧室 这个没有 这个卧室 这样的感觉 好 我们现在去另外一个套间看看 一进来呢 这就是一个套间 窗户巨大无比 这是套间的洗手间 然后再往这边看 这个整个套间 大窗户 很舒服 但是它这个大窗户呢 要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外观 如果你用的外观 不是这种大窗户的外观 那窗户的数量是有变化的 往这边走就是一个game room game room进去 这儿呢是有一个吧台的 这个吧台是一个家庄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放映厅 放映厅是家庄 如果您不要放映厅也是可以的 如果要放映厅的话 要加一万多美金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了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这个房子可以建在小区的什么地方 它那个湖景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看一下咯 我们刚才看的那套空房子的样板间 它们的方位有点不同 一进门楼梯是右手边的 刚才那套楼梯是左手边的 你看样板间它摆的就很漂亮了 各种软妆的布置 一起来整个房子就真的是不一样了 但是这个色调也不太一样 样板间的色调是稍微有点暖色调 然后我们拍的那个线房是冷色调的 所以这个有点差别 然后往里走 很宽敞的一个大客厅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特别宽敞的一个大厨房 你看一摆上东西就感觉 好不一样 一摆上东西就感觉很不一样 大厨房 双烤箱 微波炉抽烟机 微波炉就是抽烟机 然后炉灶 还有上面的烟道 就新房子也都是这样的配置 所以你不太用说 担心新房子 刚才我们没有看到它装好的电器 担心电器不好 完全不会的 这个样板间的院子小 不如那个新房子大 所以我就不拍了 色调调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往里走就是主卧 主卧一打扮上 一放上家具 就感觉 特别不一样 更显的房子大了 然后呢 再往里走 好 浴室的构造也都是一样的 包括 衣帽间 再包括马桶间 好 还有一个地方没看 就是车库的地方 从哪进车库呢 从这边 这个门就是进车库的门 然后就看到一个 这边呢 就是一个洗衣房 好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看 这就是在二楼看一楼的感觉 这就是在二楼看一楼的感觉 一上来这有一个很大的 game room 刚才我们看的县房 是没有mini room 因为刚才我们的县房是五个卧室 而这个房子是四个卧室 但是加了一个放映厅 刚才我们看的这个 就是把放映厅改成了第五个卧室 加了窗户 所以感觉就有点不一样了 然后呢 从这边来看 也是 这上面是四个卧室 这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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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 卧室摆上家具就会觉得它很大 因为这个家 这个床是queen的床 就觉得卧室好大 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个旁边呢 洗手间 这个旁边就是 冥浴间 冥浴间有窗户 雨室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就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卧室 床 床也是一个queen的床 你看 很大这个卧室 这么大一个 都跟主卧感觉差不多了 然后出来对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卧室 这几个卧室是真的舒服 这几个客卧 面积是特别舒服的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就是一个 洗手间 第一间 马桶间 带着窗户 然后 这边 就是这样的一个 洗手台 然后这个门呢 开开这个门的作用就是 让在上面打台球娱乐的人 可以不用进卧室就能去厕所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样板间 看样板间的 打布置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跟您看的这个线房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但是这个建商的样板间 和它的线房的差异并不大 用的同样的电器 用同样的大理石 然后有同样的楼梯把手 地毯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色系不一样 所以相信您买了这个房子之后 只要好好打扮也会出来很漂亮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啦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是在南KT的一个位置 这个学区又比较好 然后高挑厅湖井 价位又比较适中 在最终价格在40万左右的区间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呢 就是这样一块的位置 其实呢 这个房子周边已经盖好了 刚才我这个航拍图上 大家也能看得到 都盖好了 但是地图上还没有更新出来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它在大的区块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在大的区块当中 您看到我们看到这个房子 就在南KT的位置 是一个KT很好的学区 往上走是Cypress 往中间这个三角形走是中国城 往下面走是Sherland 然后往这边走是Uptown 往下面走这边是医学中心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它到各个地方的距离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房子到中国城的距离 是26分钟 这个房子到亚洲城的距离 是12分钟 海底捞也在亚洲城 到Uptown的距离是30分钟 因为这些社区门口 都有大型的超市啊 学校啊 医院什么的 所以我就不一一的着重说明了 这就是这个房子所在的位置 如果您对休顿地产感兴趣 有房子要买入或者卖出 欢迎联系Gigi 搜索地产团队 我是G 下期再见了 拜拜